太漂亮了 我刚才差点说不要 幸好我没说 你没看 我也没好意思说吧 所以咱俩是一家 不过看这手工啊 他的确没说大话 这雕工已经超过别人了 我三年五年都开不上 这比月还值钱 当然 光这块料就得两千块大样 再加上这手工 我千上说话 少爷 我刚说的话您别往心里去啊 是我多心了 才会怀疑花九爷 我怎么会怪你 你们俩 把这给我搬到礼物去 你不说镇垫吗 镇垫也得先搬进屋 让我学学 搬吧 搬吧 不是 你一人搬得动啊 我 我 哎 夫人 夫人 我有事找您商量 不是 爹 慢点 大夫说了 总待在屋里不好 您看 今儿天多好啊 我带您上外边转转吧 好些天没上柜上看看了 咱们上柜上看看去 爹 柜里有寻书还有栗子呢 您就别操心了 好 哎 栗子 哎 东家 好点了吗 栗子 我带我爹出去转转 院子你打理一下啊 好 嗯 爹 小心啊 慢点 四千大洋的料也太多了吧 你不懂 这翡翠的名料比预料贵 说是四千大洋 实际上不多 那这样咱们的钱就都占上了 要有个周转怎么办呀 师傅 业班长 哦 金少爷 这批料 九爷是怎么跟你们定的 哦 这批料的料价啊 九爷已经结过了 凭什么他结 回头还给他不就完了 哎 真是 都能够起来 好吧 嗯 慢点 我这儿都能够了 金爹怎么病成这样 我去看看 哎 你别过去了 就金燕燃的脾气 你过去 不是让老爷子病上加病吗 走 进去 快 天丁 出来帮着点料 哎 来了 这个陆雨晗 太欺负人了 哎呀 算了算了 走 师傅 栗子 这些都是雷狼小营的 嗯 你们几个都听好了 东家卧病 现在 家里 柜上 都由邵东家掌管 但眼前最要紧的事 就是你们一定要帮助田掌柜 帮金与萱共渡难关 都听见了吗 是 来 慢点啊 走 去 这次有把握吗 孩子把位置都标出来了 自进城几个大殿正在修补 管料的是自己人 咱们呀 家在运料车上运出来 嗯 怎么了 前面左拐 你在城里绕两圈 再回 没关系 我 没关系 我 没关系 我 没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哥哥 这么快就出院了 也不好好养几天 这点伤不算什么 花九爷回来了 在里面等你 找到了吗 是不是地方错了 地方没错 可里面已经空了 肯定是那小子 上次进紫禁城的时候 把东西给掉包了 我看你这两天过得 也挺顺心的 没有就算了 帮你儿子把半弦斋做大 不好吗 有这样的儿子吗 他要也就算了 他也不要 老九 这可是你儿子 你要连儿子都容不下 那我也没法跟你过 你说得对 我听你的 好好过日子吧 真的 你没骗我吧 那好 那咱先把儿子认了 大明大放地认 让行里人都知道 大伙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那不一样啊 你看你们俩 俩人姓俩姓 哪有这样的 要不然你改回家秦良栋吧 重回秦家 我坚决不姓秦 我也不回秦家 怎么聊着聊着又翻脸了 真是 你别急呀 老九 咱先把孩子认了 等到孩子叫你一声爸的时候 你就再铁实心肠 你还真能背地里捅刀砸 那也不一定 当初我叫秦元龙爸的时候 他不照样 连个安身之地都没给我吗 你不是秦元龙 你不会让你遭的罪 再让儿子受一次 是吧 良栋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就叫这个名字 那个时候我就想啊 什么时候能嫁给秦良栋 该多好啊 现在咱们俩终于在一起了 可是你却改名了 等把事了了 把儿子认了 把心里这大石头扳开 你哪怕再回去做你的公子哥 我也值了 起码跟人说起来 我这些年 是跟才华横力的秦良 爹 怎么样了 没事 不喝了 这药 那可不行 爹 药不能停 来 我喂你 爹 怎么了 安子 安子 大小姐 快 去把大夫叫过来 是 宁然 我绕成跟了一大圈 结果被三太太给耍了 不过你放心吧 我已经派人盯着 不会再煮岔子了 栗子 这两天 你陪我查查亲家大伙的事 都这会儿了 还查她干嘛呀 我爹刚才吐血了 来 我爹药也吃了 病血不见好 身体反而越来越差 要不是秦家大伙的事 让我爹背了这么大一个黑锅 他也不至于成今天这个样子 要是再查不清楚 我真怕他的身体撑不下去 那 可是查龙气的事呢 只有他才能救金玉轩呢 让他们先去查吧 他们查我不放心 田丽 你给我听好了 我知道我没那个陆雨晗聪明 可但凡傻蛋在我跟前 我犯不着求你 莉子 我知道你对我好 跟傻蛋 也不可能了 这个当口我不想再作下去 你帮我查清秦家大伙的事 去了我爹的心病 我嫁给你 我说话算话 我说话算话算了 我说话算话算了 不认真吗 你别我看伤心 你别我闻得你 你别我说话算了 好啊 坐吧 夫人坐 夫人 少爷呢 这不花九爷 送了他一个物件吗 他在上面都趴了一天了 估计晚上就得 跟那物件睡了 你说这少爷跟九爷 都是这行里 百年难遇的高手 这相互欣赏 相互仰慕 应当的 您这是电话呢 夫人真是贤德聪慧 一下就被您看穿了 你这一进来 就没人发顶高帽子 这有什么事 那都得答应了 说句心里话 我算是这半仙斋 跪上的老人了 现在看着少爷 撑起了半仙斋 我这心里啊 既高兴又心酸 这高兴呢 是我又回到了少爷这儿 看到半仙斋东山再起 这心酸呢 看到您跟少爷 这一路坎坷不断 咬着牙死撑到现在 可是我又帮不上什么忙 您这太客气了 要是没有您 我估计这会儿 我们都睡大街上了 夫人 您这话说的 您那是抬举我呀 我当时那是走投无路 我才这么干的 不过您放心 我现在见识了少爷的本事 我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您看 咱们现在跟金家也闹翻了 这亏得九爷呢 想出一个犹豫 转成脆的办法 让半仙斋的 也缓了口气 且如今呢 这京城会脆活的师父 是少之又少啊 您有什么就直说吧 这事我也想着呢 不用避讳 夫人啊 我想您呢 劝劝少爷 让他们父子相认 秦良栋这个名字 在这行里 那是响当当的呀 要是让九爷 换成秦良栋 回到半仙斋 那可比秦老爷子 在世的时候 更加的风光啊 我倒没您想那么多 我就是心疼 我们家玄策 尚无双亲 这花九爷呢 对他又好 两个人又合得来 再说又是亲父子 只要他俩愿意 我当然高兴啊 那就好啊夫人 您去劝劝少爷 您放心 在九爷那边 我去劝 这于里于外呢 都是件好事 只要大家高兴 我呢 也算 切了点得 金小姐 怎么也得这个案子 改姓制啊 里面有些事 挺好奇的 想看看 这种命案啊 元党在结案之后 都被树上封存了 这个忙 我恐怕帮不上您了 长头儿 这件事还得请您多费心呢 哎呦 我 这个忙啊 我是真帮不上啊 这话跟你们说吧 原本啊 我这儿有一份备挡 但是被陆小姐接走了 而且到现在还没有还给我 陆雨晗 哎呦 我说你怎么还在这儿看呢 这料都进了大半天了 你也不说帮着挑剪挑剪 钱他都垫了 还在乎谁帮他挑剪 别老那么说话 虽然他没感性情 但是他也操着家里的心 操着你的心呢 你坐 坐呀 你觉得 这手艺怎么样 好看啊 是好看 尤其是第一眼就能把人打住 这用料 设计手工 步步到位 难得的是 这翠里的颜色 细微变化 水头的深浅 都用得恰到好处 我听说 花九夜二十岁的时候 那手艺就跟老爷子 不相上下了 在行里 那就是神 要不是他淡薄名利 哪有你显摆的份 这话是不错 可是我细看下来 感觉又伪一样了 太精致 精致不好吗 你不是老贤你自己 做的东西太糙了 要是再能精致点 就更值钱了 但凡事都有个物极必反 一样东西太精致 就缺少了质感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 就是说 每一刀下的 都有多重讲究 那么它的痕迹 也就重了 还有就是 就是 看着 不痛快 对 不痛快 这看着不痛快 它做起来 肯定也不痛快 我刚才坐这 就一直做的嘛 虽然我的手艺一般 可是我做 每一样东西的时候 我心里边舒坦 我乐在其中 而他给我的感受全是 这花九爷做他的时候 这心里边得受多的罪 看吧你能的 您这都看得出来 我跟你说呀 其实我记得 我爷爷当年跟我说过他的事 只是我记不清楚他具体说什么 所以今天花九爷突然送这么一东西来 我这心里边还真不拖地 我说你能不能别老一口一个花九爷花九爷的 他毕竟是你的亲爸 我得说你几句 你把这人品跟手艺搁在一块 那是不对的 你说花九爷这么多年经历这些 哪件事让他痛快了 他要是整天乐呵呵的 那反倒有问题了 你说 他为咱俩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现在还这么不冷不热地叫的 这哥谁心里边都不好受 这是血亲 该认还得认 陆雨晗 丁大小姐大驾光临啊 亲家火灾备案在你那 对 让我看看 咱这事不都说清楚了吗 除了金正武没有人有嫌疑 他自己都认了 你还看这个干嘛 秦夫人 请您借我看一看 我说金大小姐 你们家现在都供不上郁航的料了 你的心思也该往生意上放一放 这些没用的事就别白费心思了 大小姐 你 大小姐 快回去看看吧 四爷的病又烦了 快走 玄策 月晗 还记得当初所有人都认为你爹放火 你四处奔波为他证明清白吗 咱们将心比心 不管现在真相如何 我想我们都应该去 被案在我抽屉里 你去拿吧 这儿 来 我去 你去 我先去 我来 我去 你去 那儿 我去 我去 小刀 拿着 我想看看今天 小梦 你休息如何 大概四五天没睡好了 而且总翻身 正常人这么耗着 都急伤身体 何况四爷的身体 已经虚了 那这前面几天药 怎么一直没见效呢 这不是药的事 进一步说话 请 坐吧 四爷得的是性命 你们要想办法 让老人家宽心 只要能踏踏实实地 睡上几晚 这人呢 慢慢地就能缓过来了 不然的话 就这样下去 最后只能是灯枯油尽了 好 好 我告辞了 谢谢您 这边请 来 先生 这边请 好好 随他去吧 田天天 少爷 上次花九爷给雨晗开的那个安神伞还有没有 夫人怎么了 不是雨晗 是金爹 还有没有 有 我背了好几副呢 九爷专门叮嘱过 这是宫廷地方 不能外传的 您这是干嘛呀 整药难间 切碎了 更会出药效 这些放这儿不要动 回来我还要再捡几副啊 好 我屋里还有三太太前两天送来的洪景天 你也一块带过去吧 夫人 你 不管清正午以前做过什么 毕竟 他把玄策像亲儿子一样 抚养了八年 玄策心善 以后金家的事 能帮什么 就帮点什么吧 来 爹 睡一会儿 来 冬娘 睡一会儿 看好 睡吧 雁人 这儿我照用着 你回去歇着吧 谢谢你的药 怎么不进去看看 怎么不进去看看 我怕金帝尽了我又伤心 那我先回去了 回去我再陪几副 明天让李子来拿 好 好了 做好了 这是给你的 喜欢吗 可真漂亮 以前老福爷最喜欢翡翠了 但是我觉得宫里边浸上那些物件啊 没有一件的手艺能比你的强 你知道吗 那傻小子自那天你给他送完了山子以后 看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那当然 谁啊 九爷 九爷 房长柜 来来来 请坐请坐啊 来来 请请请 那个料送去了吧 料送过去了 房长柜 喝茶 我今天呢 想跟您说的 不是这事 是想说说 您跟少爷的事 既然你已经回了半仙斋 再主持 顶了铺子的半壁江山 那少爷姓秦 您姓花 这事不大合适吧 这 就是 那个少夫人那边呢 都跟我说了 说少爷那边已经想通了 就看您这边的意思了 靠近咱们半仙斋的招牌啊 很多人都看着呢 您跟少爷这种关系 之前已经接底了 要是这么拖着 恐怕这以后 对少爷跟您 都不大好啊 所以呢 我跟少夫人商量了一下 只要您同意 认亲这事 越快越好啊 这个 这是大事啊 就把行里的人都叫来吧 一来啊 给他们父子俩做个见证 二来呢 给咱们半仙斋 翡翠的生意 打个响头 你看 定局两得不适 要不说是三太太呢 九爷 您那意思呢 你们俩都说好了 我还能说什么呀 等等 那就这么定了 等等 你回去啊 跟你小两口说一声 以后把这个翡翠的账 跟玉器的账 分开做 分开 这是为什么呀 不都是你们秦家的买卖吗 我就是要看看 这翡翠的收入 能不能顶得过玉器 哦 九爷 我明白了 您说的没错啊 如果翡翠 能把收想给顶了 咱就不怕 金家掐脖子了 来 让我走了 来 干嘛呢 来 慢点 慢点 慢点啊 慢点啊 你手脚都麻利点 好 来 坐地放那边 好 好 再去拿些引子来 好 小心脚下啊 鸡品都订好了吧 按您的吩咐 都订的南静昌的点心 明儿一早去取新鲜的 明儿来的人多 饭菜可不能马虎啊 您放心 马厨子明儿一早就到 连泽菜的伙计 都是金月斋的呢 那就好 那我就不错了 那我就不错了 来 过来过来 接着啊 雨晗 小心点 好 干嘛弄这么大排场啊 好 好 这么大事我不办好了 得罪了你们父子俩 我还能活吗 行了你别管了 这儿有我跟田丁就行了啊 回屋歇着去 雨晗 我睡不着 也不知道金爹怎么样了 我想再过去看看 你去吧 我是那么不同人情的人嘛 以后去金家 不用打招呼 夫人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感情的事情 谁能说得起呢 我之前不也恨他恨得要死 这不也回来了吗 我了解玄策 就算是金正武放火烧了秦家 他也恨不起来的 与其让他这么憋闷着 还不如让他过去看看 我担心的是金嫣然 昨天玄策也跟我说了 让我也站在金嫣然的角度上 替他想想 他说得对 其实金嫣然也挺无辜的 照顾一个傻子八年 到里儿 却被我给抢走了 可是 行了 放心吧 我现在底气这么足 我担心什么呀 与其这么掖着藏着的 倒让玄策觉得我气量小 何必呢 您和少爷都是聪明人 您也不傻呀 行了 快去厨房看看 收拾出来没有 要是 events 應俊 如果您有职烈 必定延tim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看看秦爹 谢谢你的药 我爹已经睡了 傻蛋 秦家不是我爹烧的 我说过了 就算是金蝶烧的 我也不会说什么 我爹心里有疙瘩 一辈子光明磊落 却当众说了谎 又背了黑锅 这样下去 我爹会死的 傻蛋 帮我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吗 金家的事 难道你真的再也不关心了吗 陆伯父 秦少爷 你干嘛来了 那天大火他在现场 也许能帮上忙 帮忙 把我宝贝闺女一人扔家 你自己跑到这儿来 你什么意思 你 是我让他来的 我知道 所以我才生气 这就是 看着你答应嫁给我们家栗子 要不然 我才不来帮你查什么案子 你现在又把他给招来了 往后这两家的日子 可怎么过呀 我爹病了 我又没有你们那么大的本事 要不是栗子帮衬着 估计这会儿我早该疯了 陆伯父 雨晗不知道您过来吗 屁话 好不容易找金正宫扛了事 这才去了我闺女的心病 这会儿啊 我本该在家里幸灾乐祸 鬼才愿意跑到这儿 来查什么凶手 这要不是为了 李子 爸 现在明白 爸有多疼你了吧 秦少爷 叫姐夫 让他知道 他是当姐夫的 秦姐夫 您快坐 我们看了小半天了 也没找到新的线索 哦 对了 您再帮着仔细回忆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益处 不用看了 我已经查过了 里面除了没敢记载陆伯父带兵来以外 方君胜记载得非常详细 全家主谱四十一人 全部离难 而这些人我都认识 你看我干嘛 我可不想再解释了 我想知道的是 按花九爷和我金爹所描述的 我是在被砸倒之后 您才带兵来的 没错 那么当时 我们家里就没有人救火吗 在废墟里的时候 我听金四爷提起过 起火那天晚上 秦家确实没有几个人出来救火 对呀 我记得当时确实没什么人救火 我记得非常清楚 当时我一路大声喊救火 难道我们家里人全都睡死过去了 可这又说明什么呢 反正这睡死人他总不会放火吧 行了 行了 你明天不是还要跟那个 说书的认亲吗 你赶紧回去 别让我闺女着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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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送送少爷 人靠衣裳马靠安哪 你看 这多帅气啊 多好 打小旗 我就没把这些个东西 看在眼里 人活的靠的是本事 不是穿上 这穿新衣裳 怎么还能把我们高兴呢 三妹 我正发愁呢 你说我这么些日子没上过台面了 明儿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不是说评书的吗 还怕这个 那能跟这种事比吗 三妹 我这心里直打工 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当好人家这个霸 秦元龙当年压着你 凭什么呀 不是凭他的手艺 是凭他的辈分 他是你爸 所以你才活得那么压抑不是吗 现在这些都过去了 你应该轻轻快快地活着 咱凭什么就给人家当不好罢了呢 也许你是对的 以前是我自个儿把自个儿逼在死胡同里 现在把以前那些事搁下以后啊 我干活都轻快多了 就是 这以后就更好了 再怎么说有我在你身边 咱肯定顺风顺水的 三妹 以后你就是半闲斋的大当家的了 你这做事和说话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你再跟我这种女人勾三大四的 这传出去对你的名声不好 矫情 管那些屁事干嘛 秦阳东 你不在乎我还在乎呢 咱们这段日子分开过 等我把这个十岁阁处理一下 你也把亲认了 你们秦家呀 要八抬大叫 把我娶进门 三妹 这是我 我们秦家欠你的 我一定办到 梁东 我等这一天 等了二十年了 好了 明天好早起了 早点歇着 明天你认真一点 别让孩子再失望了 你别让我再失望 好吗 夫人 我来吧 你去叫少爷起床 昨天晚上他寻思了半宿 天亮才睡着 这会儿时候还早着呢 让他再睡会儿吧 对了 你赶紧去催催马厨子 别耽误了事 好 爸 你怎么从内屋出来了 昨晚上我去看看你弟弟 晚了就没走 嘿嘿嘿哈哈 嘿嘿嘿嘿 没走 不是 我是去给益子提亲帘 好好 爸那想帮你搅合一下 让栗子娶了金剑那丫头 碰你鼻子灰吧 没想到金剑那丫头 还真答应 答应了 往后你就安心的 跟那臭小子过日子吧 对 你家有什么吃的没有 我没好意思进金剑厨房 有 我给你热情 不用不用 你现在是一家之主了 这家屋事比什么都重要 我一当兵的生了无忌 你甭管我 我自个儿找口店店 忙你的 厨房在这儿呢 马师傅 您里边请 陆将军 老马头 给你请啊 这都民国多少年了 早不兴这个 陆将军 您饿了别吃凉的呀 我这生活给您做去 没事 我店口就走 有我在 你还饿得着吗 我这儿就给您做窜丸子去 顺便给您来碗蘑菇汤 这个快 我家把东西都拿进来 好 里边请 这咋不回事啊 怎么了 谁在这案板上窃药了 昨儿给金四爷配安神散 找不到药炸 少爷就直接在案板上窃来着 我这就给您收拾 把这案板呢 都一块给我扔了 全串了味儿了 你这是要砸我的牌子呀 好 来来来 端走 搭把手 这味儿啊 一切还不行 你也去忙吧 怎么说也是大户人家呀 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啊 人家一当掌柜的 都忙活着给你换案板了 说说就得了 我说陆将军啊 就这味儿 提起来我就生气 您是不知道 当初啊 我给秦家做饭的时候 这秦少爷呢 就送了我这么一包料 说是不要 就是这个味儿 做出来的东西啊 别提了 我是一辈子都忘不了 幸亏啊 是让下人吃了 这要是让秦老爷吃了 那我可就砸了 我说啊 这秦玄策 这小子当年就这么坏啊 可不是小少爷 是秦良栋那少爷 就是今天认亲的 那个花酒业 你说了 他这么多年 变化可太大了 我愣没认出来 这花酒爷 就是秦良栋呢 秦良栋给你一包药 他什么时候给你的 就是小少爷结婚的时候 当时呢 说有贵宾要来 他妈请我过去 做完了 我刚要走 秦良栋少爷呢 就提了几条牛尾过来 你知道吗 你确定是秦良栋 那还要做 你肯定 我虽然是个厨子 还不适于不认人吧 我记得是晚上虚实 方子刚响的时候 我才赶回到了家里 那时大伙还没起呢 老马头 那天 你是什么时候 见到的秦良栋 天安刚擦嗨的时候 快点快点 小心别碰碎了 手脚当麻利点 好嘞 爸 您这是上哪儿去啊 我出去早走 别耽误了宴席啊 知道 闺女 你呀 都是结了婚的人 毛毛躁躁 改给你这脾气 这点呀 你可别学我 老爷今天是怎么了 我爸就这样 一阵一阵的 行了 赶紧把贡品先摆上 这是我们秦家欠你的 这是我们秦家欠你的 我一定办的 我一定办到 梁东 我等这一天 等了二十年 我不想让你来 我去阳子 我 Alter 你 来了 亲家 你怎么来了 顺道来看看你 一会认亲 咱俩搭个伴 好 里边请 亲家 我这儿乱糟糟的 你将就一下 我洗把脸 你就没顾个佣人 我一个说书的 自己都顾不过来 我哪儿请得起佣人呢 想当年 你秦良栋也是人吗狗样的 现在 把自个儿做成这样 得花不少力气吧 亲家 你今儿来 是来糟蹋我的吧 我这人呢 就是嘴巴 我今儿来啊 可是特意的 要谢谢你 谢我 没错 两件事 本以为啊 这 金正武烧了你们亲家 你应该跟我一样 力兵莫马的跟他对着干才对 可没想到啊 你是 以德抱怨 不但没有报复 还一副药医好了他 我们家栗子呢 想取金家那丫头 我当然希望啊 我当然希望啊 这金老四 是神清气爽 所以 这事 我得谢谢 金爷替我养了八年的儿子 我替他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也对 不过 这都是小事 我今儿主要 要谢谢你的事 小冬 你一副药不但救了金老四 还替我 暴露业界的血仇 我这儿琢磨着是给你宿个金身供着呢 还是 亲家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不懂 一副药烧了秦家满门 你心里 这件事比谁都清楚啊 爹 你怎么不多睡会儿啊 傻蛋送的药啊 真好 这两天我睡得挺好的 今天傻蛋啊 跟花九爷认亲 咱们得去 爹 秦家认亲咱们掺和什么呀 我是傻蛋的干爹 我不去他怎么想啊 走 我不去 才不看杜宇寒那副嘴脸呢 你 四爷 我还是陪着燕燃留在家里吧 得得得 我自己去 我可不是病样子 我用不着你们扶着 好 给 爹 栗子 你怎么不跟着一块去啊 也好陪着照顾一下我爹啊 我认他可秦少爷不一定认我 那种场面不是我这种人待的地方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爹可是陆天林呢 别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是 我爹也这么说过 我慢慢改 你怎么总这样啊 这样看我 你这样我家里多丢人呢 永远都是一副吓人的样子 吓人的样子 吓人的样子 吓人 你要这么说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以前诉说秦家火灾过程的 花九爷 金四爷 秦少爷 吴天林 包括陆雨晗 这些人往日里都是高高在上的 同一件事情他们看到的 和我们这种人看到的 都会有所不同 可秦家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 我找谁问去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 那天既然喜公公来了 那他贴身的小太监肯定会陪同 那有什么用啊 那种人连正厅都进不去 他能知道里边发生什么呀 对呀 就是因为在门口才更清楚都有谁来过 更何况太监那种人 比我们更有眼色 更会察言观世 对呀 我收了秦家 你这话说出去有人信吗 我说出去 我要说出去 那不就是以怨报德了吗 我们家栗子呢 帮着金家丫头 为这金正武喜愿 我过去啊 稍微的那么点提一下 让金家的人把话说出 这样的话呢 一来能给金老四卸了黑锅 二来呢 我们家栗子也能如愿以偿的 娶个金家的丫头 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秦家 你别忘了 你闺女 嫁得是我儿子 这真要是折腾起来 就你那么一个光杆司令 还不知道 谁死谁活呢 我还得提醒你 照这样 受罪的还不都是那小两口啊 我呀刚明白 为了这龙器 你是连自己的亲爸亲儿子都敢往死里整吗 他们都说我露天林疯 我看你这疯劲我还真比不了 我呢 什么都没跟他们说 直接来找你 咱哥俩把这事商量成 该怎么办 你这是给我留条后路了 当然 我是这么想啊 这里 认亲的时候还早 你过去 把以前的事呢 当着他们的面都说出来 还金正午一鸣声 我在旁边呢 帮你说说好话 咱们把这一样接过去 往后栗子和亲姐丫头 你们家小子和雨晗 他们都好过日子 你们都好了 那我呢 金梁东 当初你放那把火的时候 就应该明白 你不会有好下场 你听一下 那把火 真的是个失误 我没兴趣听这个 你跟孩子们解释去 我要是不说呢 亲家 这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何必要把它翻出来呢 过去的事更要说清楚 否则 我帮了你再去解释也不迟 我可是说道做道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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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请 里边请 恭喜啊 齐少爷 谢谢 里边请 王掌柜 来 里边请 王掌柜 来 里边请 王掌柜 来 李掌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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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齐少爷 谢谢 谢谢 里边请 谢谢啊 哎 选策 你爸怎么还没来啊 这客人都到了 也许他有别的想法吧 快 里边 不来就算了 哎 不会的 昨天晚上我跟九爷已经说 他说今天肯定会来的 哎呦 三太太 您来了 哎呀 怎么都跟外边站着呀 这不等你和九爷呢吗 九爷呢 九爷还没来吗 哎 不是 有别的事了吧 哎 那不能 昨天跟他说得好好的 就是 哎 算了 哎 上家里瞧瞧去 要是敢临阵脱逃 就给我绑来 哎 哎 九爷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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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来认亲呢 还是来说书啊 我习惯穿这件衣服了 不嫌弃吧 您穿着习惯就好 这不是他嫌不嫌弃 今儿是大日子 这么多人 你说你这 照我说 这也就是一形式 做给外人看 其实我跟孩子心里清楚了 以前怎么叫 还怎么叫 不就是个称呼吗 那二位 里边请吧 您请 您请 你先请 雨晗 你爹也来了 请 你们父子俩这样 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 也挺好 他愿意这样就这样吧 你爹他去哪了 一早就来了 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去了 要不你先进去 我在这儿等吧 没事 我陪着你咱俩一块儿等 恭喜恭喜 恭喜啊 两位来了 快请快请 我说二位 别这儿耗着了 这屋里客人这么多 你们进去招呼招呼 我留这儿 等着陆将军 怎么样 也行 要不让房长官在这儿等 咱俩先进去 房长官 来了来了 来来来 放里边请 里边请 房长官 房长官 起来吧 九爷 您请坐 玄策 给你爸磕头 别别别 我还有话说呢 诸位 让大家见笑了 今天是我 任祖归宗 重回秦境 这按理说呀 我得给玄策磕头才对 当年秦家大伙 我以为老父和孩子 都已葬身活海了 万年聚会之下 这才改名换姓 在茶馆 说书谋生 苍天有眼哪 是金爷 救下了我的孩子 金爷 大恩不言谢 虽说这孩子 一直叫你金爹 可你比我这亲爸爸 要尽职 我在这儿 替秦家的列祖列宗 谢谢你 远策 给金爹磕头 这么多年磕了多少头 这干嘛 不磕不磕 来 金爷 您请上座 还说我这样的人 本来也不该再拖累孩子 可孩子孝顺 他非要把我认回 所以我自己在心里 就下了一个决心 从今往后 我得对得起 秦良栋这个名字 得对得起秦家的姓 得对得起孩子的一片孝心 那今儿起 我们父子同心 要重建 半贤斋 当年的盛景 不 有盛当年 今儿我在这儿 托付大家一句 往后这半贤斋啊 也不光是玉器 还有这 翡翠的生意 今天放在桌上的 这些玩意儿 是我跟我儿子的手艺 各位要是 看上眼了 回头 找房掌柜 多谢 多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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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你看这儿 请一下 这儿 你看这儿 活里 活险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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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儿 在这儿 好 这儿 这儿 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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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误会 这个做买卖的人家 就得有个唱红脸的 在外面张罗着 以后这外头的事 就交给老九 这玄策 也可以一心的 铺在手艺上 我不是因为这个 你爸呢 给我剁嘴了 没事 别放在心上 肯定是有什么事耽搁了 没准一会儿就来了 别着急 您这是要过老佛爷的瘾 行 没问题 什么时候您过来 先把料挑好 回头我亲手给您做 其他的事啊 您跟房产 告诉你 秦天啊 你这身体才刚好 就给您添这么多麻烦 我送你回去 别 以后别老操心我了 你自己成家了 就认了亲生的爹 就好好地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姐爷 您慢走 你不是不来吗 天然 丫头 怎么了 正好今天你们都在 我有话要说 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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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着多细致 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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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丫人 姐姐 干什么这事回家 爹 他们都怀疑是您放火烧了秦家 杀了傻蛋的爷爷 我今儿就是告诉他们 这事不是您干的 丫人 秦少爷 请我 诸位 还是请听金小姐把话说完吧 陆小姐 你一段 我爹就是杀人放火的凶手 无外乎秦家大伙当晚 我爹是不速之客 除了你爸 别人没理由 可不速之客要不是我爹呢 要是当晚还有别人在呢 丫人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金爹 你不怀疑 可他们断定是我爹干的 丫人 那就请金小姐说说吧 你说的别人还有谁 你应该问她 我 不是 三太太 我问你 秦家大伙当晚 你和谁一块去的秦家 我是金家姑娘 这明明就是我一个人 哪还有别人呢 大伙都知道 三太太每次出门 坐的都是十三拉的黄包车 可大伙当天晚上她坐的是马车 三太太 我想问问 当天晚上 和你一起坐马车的那个人是谁 四爷 就要这么说 那我真得解释解释了 要不大家都该误会我了 权策则结婚那天 我这个身份 不好去道歉 我只有自己把自己蒙在马车里 这有错吗 金姑娘 这些话 是谁跟你说的 是喜公公身边的小太监 一个想把大伙都烧死的太监身边的人 他的话你也信 傻道 你相信我 我说的都是真的 陆小姐 长头啊 您来早了 我现在还没想改户口呢 舅爷 我说的不是这个事 陆小姐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是谁看的 正在调查 查到 一定要告诉我 我一定要亲手载了他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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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